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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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圣神催促耶稣到旷野里去 他在那里十四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 和野兽在一起 也有天使服侍他 若汉被建制以后 耶稣来到赞里的羊 宣讲天主的福音 说 时候到了 天主的国临近了 我们要悔改 信从福音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为你 悔改 常常是基督徒的主题 在世前旗 在世前旗 在礼旗一开始 也要求我们悔改 在礼仪 在弥撒一开始当中 也要求我们开始认罪 但是这时候 教会 要在记者当中 在礼当中 提供一个 悔改的精神跟机会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常常 都不知道 我究竟悔改什么 或是说 不承认有这个需要 可能 我真的犯错了 被抓到了 我才承认 我错了 甚至为了面子 我不承认自己错了 很多时候 找不到 悔改的 题目 我为什么要悔改 感觉没有做错 感觉没有做错的人 表示 你还不会寻查 不会反思 你日常的行为 反思 你说过 所做过的事情 甚至你在脑袋 脑袋当中 所想的事情 寻查 为了 为了 去找天主在哪里 怎么去配合天主的行动 改过 是配合天主的行动 也是为了 个人的成长 很多 很多人 很多事情 在我们面前 好像不是那么顺利 不顺利 可能你的做法 有问题 可能你的 人际关系 有问题 却能为了成长 之外 也是为了 去爱 为了爱天主 我愿意做得更好 为了爱我身边的人 我愿意改 过我的老毛病 为了 为了家里满孩子 一个人可以 接伤烟 或者抽烟 不让家人 抽二手烟 为了个人的成长 可能 不喝那么多酒 常常八月的人 可以说一些 正面的话 在人面前要认罪 很多时候很难 犯罪 如果是我故意的 有计划的 你做一件坏事情 我需要勇气去做 如果你觉得 你不需要 去做一个坏事情 你就歪到透了 如果真的需要一个勇气 去做一个坏事情 表示还有救 但是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在人面前认错的时候 在天主面前认错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勇气 比犯罪的勇气更大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承认 我们的错 因为很多时候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自我形象 很多人没办法 承认 在自己面前承认 但是在人面前承认 我是那么糟糕的 这个需要勇气 如果在悔改当中 我不知道有悔改什么 很简单 我会去 问问你身边的人 究竟 身边的人最受不了你的是什么 问问你的同事 他们受不了你的是什么 很自然 找到一个祈祷的方向 可能被人讲的时候 能够否认 常常说你不了解我了 我很多困难 你不了解我的环境 你不了解我们家里面的情形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理由 去反驳 我们很难 放上面纸 尽上信来 去承认我们这些毛病 不一定很大 可能很小的毛病 反正都是给人家觉得不舒服 当我们承认这些事情之后 有没有觉得 我真的不会去做 这个事情真的伤害别人 我不会去做 我们很多时候 在告解瓶当中 他们会说 我到死都不做这个事情 很难 我们立志 是这样立志 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发现 很难做的 如果真的要改过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改善的计划 我们是人 解散毛病 解散那个人不舒服的 已经在我身上砸根了 我很难 拔根的 我们先 首先是 常常想到说 我以后不要再做 当然是理想是理想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容许自己 我上天军 也容许我们 有个阶段性的计划 做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下一步 是什么 一步一步来 如果达到最高理想 一定做不到 做不到我们会放弃 如果阶段性的进行 慢慢减少 慢慢减少 必然 会慢慢变得少 或者变得没用 过程当中 要删定决心 决心很重要 而且是 让自己 立刻开始 不要说等明天 因为每天都有一个明天 我们要删定决心 而且有一立 不要做三天 而且是 我们是人 天主也是人 耶稣也是人 耶稣在 狂野当中受试探 祂是人 祂受试探 但是 祂战胜诱惑 因此祂了解我们 为什么不能战胜诱惑 因此我们要求祂的恩宠 这个悔改 不只是我的行为 也有天主的恩宠 因为我们人 没办法 捧一个人的力量 去战胜诱惑 这个诱惑 是魔鬼特别给你设定的 魔鬼 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天主创造我的时候 也给我的恩宠 但是不是所有的恩宠 有些他没有给 没有给的恩宠 可能成为我的软弱 我的限度 甚至给管恩宠 可能变成我的骄傲 现在在思想当中 在商业思想当中 有个口号是客气化 有个口号是客气化 天主为每一个人 设定特别的诱惑 为你 不是为每一个人 都是为你 魔鬼知道我们的耳朵 知道我们的限度 他为你设定一套 一生 你的一生当中 不同年龄 不同环境当中 为你写一套 诱惑 看你什么时候 陷进去 老实说我们常常 陷进去 才需要回改 每个环境 人生的每个阶段 每个软弱当中 魔鬼都等待我们 设定陷阱 设定诱惑 等待我们 因此我们的悔改 不只是我的努力 必须求天主的恩宠来 克服我们的软弱 补助我们的限度 来面对看不到的 魔鬼给我们 就在今天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给我们的诱惑是什么 我们必须求天主的恩宠 当然是我的意愿 我愿不愿意去改 或是心甘情愿的 先在这个陷阱当中去 在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来 最好是告诉别人 你在戒烟呢 你在监督 戒赌博了 不要上那么多网了 特别是不要上社群网站 有没有勇气告诉别人 说你在改变 就说别人 鼓励你也好 监督你也好 当自己有点成就的时候 有点结果的时候 记得 鼓励自己 鼓励是个力量 自己给自己的力量 或是说某种的奖赏给自己 这个改变当中 必然看到一个结果 结果就是一个 圣经常说的长存果实 在今天读经过当中 说上天主要求一个存着的良心 我们也发现 我们的心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晴 看到天主的灵在 这个结果 也帮助我们 继续努力 这个结果 不一定自己看得到 可能别人发现 最近好像不一样 有点改变 不一定说得出来 就是改变 但是从一开始后 悔改最怕的就是 一开始最怕的就是 惩罚 惩罚不帮忙我们悔改 惩罚而不是帮助我们 去怕 害怕认错 因为我认错 我这受惩罚 因此今天的读经医 天主在洪水之后 跟人立约 我不再惩罚你 这个也帮助我们 一个罪人 在天主面前 可以放心大胆的认错 天主常常等待我们 一个基督徒来说 应该是 面对福音的精神的要求 来改变自己 但我们相信福音 我们根据福音精神 来改变自己 正好上今天 独经所说的 你们要悔改 心穷福音 福音告诉我们 应该相信什么 应该悔改什么 当我们悔改 当我们相信了悔改的时候 耶稣说了 天主的国临近了 让我们现在四星期 让我们找到 我要悔改的具体的题目是什么 求天主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的 去改变自己 求他恩宠 来改变自己 使得我们不单止 在四星期后 祈祝耶稣的余奥基 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心中 结出长存的果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